從今天這一個範例的製作你會發現 這個範例的難度其實難在哪邊 難在非常非常多的效果 這些效果的運用 單一的特效我相信各位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組合起來的運用它其實是一個經驗值啦 所以這個範例不是難在動態遮罩 不是難在製作loop迴圈 而是把這些東西組合完成之後 我如何 一個一個的把它給套回去 先做出本體 然後再做出細節 再加強邊緣 然後把它給結合上去啊 今天的內容包含了什麼 第一個 參考圖層 第二個 調整圖層 還蠻重要的啊 我針對整體色調的調整或改變啊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啊 第三個 空圖層 我利用空圖層 來直接 針對 旋轉 或者是所謂的縮放 進行調整 第四個 ROOP OUT ROOP OUT什麼 針對我的塗鴉素材 去做循環動畫 當然裡面還有一個行為叫什麼 TIE REMAPING也很重要 透過這一些 工具的 結合跟運用 完成了我一個 基本的 ICON設計 那這個東西你好好留著 未來 你只需要 替換上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給它以拉的圖檔啊 或者是一般 帶有透明圖層 Alpha的Taga檔啊 把它給丟進去 自然而然 就可以很快速的替換 然後 輸出成影片之後 放在你想要放的地方 下一堂課 要來介紹一個外掛 那個外掛是不用錢的 我會告訴你 如何取得這外掛 以及它的使用 我說實在的啦 外掛使用幹嘛要教 當然不用教啊 任何人拿到外掛都會用嘛 但是我要把外掛用的不像外掛 我要加上我們原本在A的基本能力 去調整它 去改變它 拭目以待